又响了 你还记得老板熊出没中这首经典的李妈花处形曲吗 这魔性的音乐配上俩丛林土鳖的经典闪笑可谓是贪称爵士名画 并且还被无数网友给做成了表情包 有表情包的发在评论区让大家看看吧 同时这集也是死妈臭老鼠最惨的一集 不仅被熊大熊二给硬生生踩出了屎 甚至还被强哥给掐断气了 直接把他给掐成了傻逼当场原地隔屁 可谓是名场面众多报效不断 看完后我直接笑到高丸爆炸 只因这天强哥收到了畜生李老板寄来的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台极其先进的老年手机 恰巧此时手机还响了起来 光头墙紧忙拿起手机接听 原来是心地善良且体贴员工的李老板打来了 而李老板之所以要给强哥买新手机 就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光头墙砍术 并且还要求光头墙24小时保持开机 得知真相后强哥气的高丸都要炸了 可奈何人家是老板呢 一路之下只能录了一下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熊大和金发妹 正准备给我们表演一波冲了 只见熊大傻毫不犹豫地冲了下去 而金发妹却由于恐高迟迟不敢开冲 不过最终还是在臭老鼠的山洞下冲了下去 可没想到就是臭老鼠的这一个举动 直接把熊二给嗨爆捆了 这下可真就变成金发妹了 随后他们就闻着嗶嗶剧的声音 来到了光头墙的身后 见此情形温柔善良的金发妹 便想上前教训一下强哥 可这时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 这魔性的音乐瞬间吸引了金发妹的注意 并且还直接让他原地一银高超了起来 更恐怖的是他竟然把金哥的熊大 当成了一银的对象 在得知这好听的音乐 是从光头墙的手机里发出来 金发妹这个畜生便想冲过去把手机给抢过来 好在被傻哥哥熊大及时阻止了 可就在我以为熊大还像个人的时候 他竟然直接亲自充当指挥官 叫傻妹妹去抢手机 真不愧是一对畜生兄弟 随后金发妹就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来使出了一招二龙戏珠 直接把光头墙给戳成了小黑的 接着又一拳将他抄翻在地 然后便趁机拿起了地上的手机 直接开飞机跑了 不过傻逼的他却忘记了拿电锯 只能有傻哥哥熊大来善吼 臭狗熊老给我捣乱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强哥用膀胱定睛一看 自己的手机竟然不见了 而另一边拿到手机的畜生们 却不知道怎么启动音乐 毕竟有着丛林土鳖称号的他们 可不是随便乱叫 眼见手机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便将其当时扔了出去 可就在畜生们前脚刚离开 下一秒李老板就打来了电话 魔性的音乐也随机响了起来 音乐响了 随后畜生们就跟着魔性的音乐扭动了起来 而强哥也用眼睛闻声而来 他本想趁机偷偷拿回自己的手机 可就在要得手时音乐却突然停了 看到土鳖兄妹清醒了过来 光头墙紧忙躲到了枯木之中 这盒子怎么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的 熊大是不是坏了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光头墙顺势接过手机 一番操作之后再次把音乐播放了出来 俩土鳖听到音乐后瞬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听到音乐后的两个傻逼丝毫没察觉到强哥就在附近 只顾着嗨起来 在一旁发现光头墙的臭老鼠本打算通风报信 结果却被强哥捏住了命运的喉咙 直接当场把他给掐断气扔到了一旁 随后强哥便趁着两个傻逼在跳舞的时候 偷偷跑过去拿回了BB剧 而醒来的臭老鼠立马将此事告诉给了熊大和金发妹 可还没等他话讲完 突然倒下的大树瞬间让他们大吃一惊 聪明绝顶的熊大这才反应过来他们都中了光头墙的轨迹 气愤的他当即就将手机给超飞了出去 手机在落地的瞬间刚好接听了畜生李老板打来的电话 喂 狗头墙 恰巧此事聪明绝顶的熊大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随后就找到了正在保卫森林的强哥并把手机拿给了他 而此时电话那头的李老板已经被气到了高丸爆炸 不仅把强哥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甚至还解除了和光头墙的合同 而畜生们也是在旁边幸灾乐祸了起来 强哥见状瞬间怒火冲天 二话不说直接拿起BB剧向俩畜生抄了过去 可突然李老板的电话又再次打不过来 结果却被臭老鼠抢先了一步 面对畜生们的多次挑衅 强哥终于忍无可忍 拿起电锯就要将这几个畜生给抄翻 而慌乱中的土鳖兄妹故意不小心丢掉了手机 结果却正好被冲过来的强哥给劈成了两片半 这下光头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彻底失去了工作 不过好在结局竟然是强哥追着俩畜生跑 赢得了胜利 超高兽 我跟你们没完 我跟你们没完 你们给我站住 没完 肥子 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